为什么大家都能够自嘲自己是单身狗呢 其实在我们这文化中是有这传统的 不要老认为这狗不好听 犬子 狗的儿子叫犬子 你觉得狗是骂人的吧 但狗这个词犬子是个自迁的词 过去生活中经常会遇到 我们现在是离过去那种文化传统太远了 所以你听不到了 你像你要读《红楼梦》就能看到 《红楼梦》第114回的时候就这么一段 当时珍宝玉的父亲珍英家 蒙圣恩起父赐还侍职 官赴原职 来京拜见皇帝 知道贾母心丧 然后就来贾府 就是看望 这个珍英家呢 就对贾政说呢 帝自称自己 帝奉旨出京 不敢久留 将来呢 见眷到今 这用字迁 就是我的家眷 叫见眷到今 少不了要到尊府来 定教小犬寇见 他说定教小犬寇见 说的是谁呢 就是让他儿子来拜见你 不是他们家 另一狗来跟你这磕头来 不是 贾政呢 就送他出去以后呢 这个贾连和宝玉呢 上去就请安 贾政呢 就指着宝玉说 这是我的第二小犬 名叫宝玉 他说贾宝玉是第二小犬 就啥意思 就是第二条小狗 这犬子呢 就这么来的 所以古人牵词 管自己的儿子 都叫犬子小犬 第二小犬 那有犬子 还有什么词呢 有犬妇吧 什么叫犬妇啊 儿媳妇呗 儿媳妇就是犬媳妇 犬的媳妇 现在中国人啊 把这个很多过去 很好的文化 传统啊 像自迁这个词 都丢了 特别可惜 我们现在既没有迁词 也没有敬语啊 敬语几乎不用 好像北 我一问啊 他们说就你们北京人 才说您呢 各地都不说您 就直接说你 也不说贪 这贪啊 他底下加一心啊 说他老人家 都不算这个尊敬 说贪老人家 贪怎么样 就是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 对 这个 长辈的尊敬呢 是他不在现场 所以对他还如此的尊敬 出现一个词叫贪 啊 现在这个 这个字啊 一个汉字 底下加个心 都多了很多含义 比如现在有个字叫 怼回去吧 这个怼这个字啊 是个图语啊 其实这个字 一个对字 底下加个心 还念对 他不念怼 但我们生活中呢 经常说 说他怼了我一下 就是他顶了我一下 比如土话说 俩车怼一块了啊 就俩车撞一块了 所以这个怼 这个词今天生活中啊 尤其网络上常见 就谁把谁又怼了 谁说一句话 有人反驳一句就叫怼 怼是一图语 那么说狗啊 狗文言就说犬了啊 犬还有什么呢 犬马 犬马之劳 犬马表示什么呢 表示臣服 表示效劳 表示忠诚 我们讲过都陶官 唐英 从47岁到景德镇 47岁在古代已经很大了 今天47岁应该也不学艺了 一直干到多少呢 干到75岁 那时候还真退休晚 47岁按照今天的男人 还有13年就退休了 但人又多干了15年 再加起来28年 所以当时乾隆就想让 唐英的儿子啊 唐英宝接班 唐英的奏折就这么写的 他说奴才犬马 年齿七十有五 气血日衰 医药不能塑效 奴才啊 我讲过啊 满族人对皇上 对清代皇上自称奴才 称臣 就是臣犬马 那就是汉人了 那么他说奴才犬马 就用的是自迁的词啊 年齿七十有五 七十五岁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犬马之养呢 过去就是为供养父母的一个 这个签词 那么犬马之耻呢 就说的是自己的年龄 你比如说自己年老体衰的时候 还会说这样一个词呢 叫犬马齿索 什么意思呢 就牙齿都没了 过去古人不会香牙 你看我牙也掉好多 但我能香上 那古人他香不上吗 就说犬马齿索 牙齿没了 你说这个古人啊 把自个儿的牙叫犬齿 你说我们嘴里怎么长出一狗牙来呢 就是原来我问过这问题 有个人马上就回了我一句 说那难道不说 咱嘴里还能长出象牙来吗 这狗嘴里吐出象牙 但咱人嘴里能吐出狗牙来 为什么能吐出狗牙来吗 我告诉你啊 我们牙里 我们满口的牙都有名字的 上四颗前四颗正面的 正面的这四颗 八颗牙啊 过去就叫门齿 看门的 跟四扇大门似的 这叫门齿 紧跟着啊 从中轴往这边属第三颗 往这边属第三颗 上下各地三颗啊 这叫犬齿 是尖的 你所有的牙掉了 也得把这牙留着 为什么这牙 牙根比平常的牙都伸一倍 狗 犬 熬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动物 这礼机上就有规定的啊 说大者为犬 小者为狗嘛 而牙里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这个 尔牙里怎么去解释呢 他说未成豪 狗 什么叫未成豪啊 就是没长毛的 都是狗 就小狗嘛 那么古人又这么说啊 古籍上说 犬高四尺 约熬 这个犬高四尺 不是按照今天的高度 第一 古人的尺小 第二呢 我们今天说动物的高度 指尖高 但古人是认为他最高点 所以能有这么高的狗 那就叫 叫围熬了 马牛羊 鸡犬猪 这猪呢 排最后 那么古人 为什么这么排序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呢 古人认为 马是 这个战争中的 重要的军备 所以马排老大 马牛羊 牛呢 能耕田 负重 这个牛呢 任劳任怨 所以排第二 马牛羊 羊呢 提供羊毛啊 可以让你 这个预寒 所以羊排第三 马牛羊 鸡犬屎 这屎 就是猪 排最后 为什么呢 猪没什么用 除了吃 没别的事 鸡呢 能私沉报小 每天叫你醒了 狗呢 能够守夜防患 防止别人侵扰 防止别人偷东西 它有功能 所以猪呢 就唯一就一个功能 就是说 让你吃掉它 那么狗是人类 最早换养的动物 现在的证据 大约在一万 四五六七千年前 到底是多少 我看到数据不一样 就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吧 狗就被人 换养了啊 那么狗到今天 它的基本功能 没有丢掉 比如现在还有牧羊犬吧 搜救犬吧 集图犬吧 导王犬吧 它是帮助人类 提高生活品质 早期的 这个 人类养狗呢 就是人的帮手 帮人打猎嘛 那么这些功能呢 就是说 保留到今天啊 一直保留到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还喜欢 带着狗打猎的 去抓野鸡去 抓野猪 没抓着 把人家主咬了 咬了以后呢 还赔人钱 那都是我小时候干的事 那么 你看 王上香先生啊 当时那老北京八戒子弟 就这个 那个喜欢一个运动 叫什么 叫猎欢 欢呢 是一种 这么大一动物 那欢那东西特凶 欢呢 过去 熬出来那欢油呢 至烫伤 特别管用 我小时候家里还有欢油呢 这个 王先生啊 王上香先生当年呢 就是喜欢这个捉欢 所以就养很多那欢狗 什么叫欢狗啊 不是跟欢交配生出来的狗 是抓欢的狗 所以他专门写过这个 欢狗谱 那么这个欢狗谱呢 挺有意思的 他写完以后 大概隔了有半个世纪 哎 这东西还存在 所以就很多人就看到 他当时怎么写的了 你不要随便跟你说几句啊 他说头号狗 三尺六 二号狗 三尺三 三号狗 别小看啊 就是长得筋豆也咬欢 就是这狗啊 不分大小 大狗呢 大狗呢 有三尺六啊 那种那种大土狗 土狗 三尺三就是二号狗 就是小一号 再有那种很小的狗呢 北京话说筋豆 筋豆是什么意思呢 就能折腾 你很难弄的 你比如说这食物筋豆 就半天咬不碎咬不烂 铁蚕豆都筋豆 那么 王世襄先生当时对他有很多具体的描述 比如头应该怎么样啊 这个嘴应该怎么样啊 什么腿应该怎么样 反正说的都是这些很行 行话啊 我也不太懂 他带着狗去捉欢呢 就是在这个北京郊区啊 甚至跑到河北去啊 他是变成了当时的一个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个野外活动 我们今天是不可能了 今天在北京打猎 打什么猎都是违法的啊 首先你不能有猎枪 第二呢 没有哪个动物能让你打 现在动物大部分都是保护动物了 你能看到他就很不容易了 甭说你去猎杀他 那么今天养狗的人非常多 有一个数据说 中国养猫的人五千万 养狗的人也有五千万 这狗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啊 跟我们的关系特别亲密 但有一个事啊 每年都是新闻 这什么事呢 就是吃狗肉 吃狗肉这事 每年都闹事 这个喜欢养宠物的 喜欢养狗的人 最反对就是这件事啊 但中国啊 地大 吃狗的地方很多 我能想起来的地方啊 比较典型的 首先是东北的延吉 因为延吉呢 朝鲜族人多 朝鲜族有吃狗肉的习俗 我在以前讲过 我在东北14岁到东北 去养的第一条狗 叫灰灰 当我一天一天 把他养大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就被他们背着 我把他杀了 给吃了 我就特别的伤心和愤怒 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快五十年了 我记忆忧心 痛苦 还有哪吃狗肉呢 每年闹事最凶的啊 广西御林啊 狗肉节 三福天 就着荔枝 吃狗肉 我也不知道 怎么那么大火 都能压下去 再有是哪呢 我去 徐州啊 江苏佩县吃狗肉 因为他有历史典故啊 史记记载 就是刘邦手下 有个名将叫樊快嘛 樊快小时候 就是土狗为生 就杀狗为生的 刘邦就跟他关系好啊 就是老吃他的狗肉 不付钱 就是关系好 就是吃人东西不给钱啊 时间久了呢 这樊快就不高兴 不高兴呢 为躲刘邦呢 樊快就把这肉摊子 就牵走了 牵走了 牵哪去了呢 就牵到了今天的 这个威山县啊 就下阵 就是当时的湖东下阳 刘邦就文讯又赶去 找不着船呢 突然游了一只啊 大甲鱼啊 就是这个大王八 巨大的王八 刘邦就游着就过去了 找他去 又去吃狗肉去了 那么这就是沛县地区吃狗肉的文化传统 当时据说这个狗就跟王八一块煮嘛 所以就有了这种 现在叫圆汁狗肉 就是王八汁 王八和狗一块炖啊 我们有一道名菜 叫做霸王别姬啊 就是一只鸡和一个甲鱼 在一块炖啊 就叫霸王别姬 其实还有一道名菜呢 就是霸王别狗啊 跟这狗一块来啊 所以这个文化 吃狗肉的这个文化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去徐州 朋友们盛情招待 一上桌 一大盘狗肉 我当时呢 就跟他们这么说的 我说啊 你们吃不吃 是你们的事 但今天你来请我 我是不吃狗肉的 我不仅不吃狗肉 我不愿意在桌子上 看见你们吃 如果你们执意要请我吃这顿饭 那我劝你们 把这狗肉给我端下去 我就看不见它 我就不能看见它 所以他们以为在当地 拿狗肉招待你 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待遇啊 这个当地的特产嘛 但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文化冲突 我们今天保护动物啊 缺乏很多法律 今天吃狗肉和不吃狗肉之间的这种肝脏 都没有法律依据 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啊 这种保护动物的法律呢 会越来越细致 我想不能吃狗 不能吃猫这些事呢 很快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你不信你到西方去 你到西方去 很多国家你吃狗 你在当中要杀狗 我保你做监狱 对不对 你肯定会做监狱 因为人家有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你肯定会做监狱 你肯定会做监狱